台湾保持了253天 没有本土案例 居然被破了 被一个纽西兰籍的基石给破了 本来我们给这些基石是给你方便 因为当时航空公司被靠腰说 你今天如果你做你要给我14天 我来回14天 我来回几个登塞 我这些空姐啦 我这些基石就没得用 好 那你就5天 没有想到航空公司完全不管 你时间到你就啪啪照 结果现在竟然爆成台湾最大的破口 对 没错 你知道吗 为了你这个纽西兰之耻 纽西兰之耻 纽西兰之耻 你知道吗 纽西兰丢人献人的人 为什么 虽然是伊朗籍的了 就为了你这个家伙 那么为了你这个家伙 不自爱 不要脸 为了这样子 你知道吗 他不是第一次这样换的 你知道吗 他在巴黎的时候 人家已经出来爆料了 他在巴黎的外战的时候 就啪啪照 就在巴黎的时候 不接受这个 等于说规定在外战 趴趴到处跑了 就已经有人上报了 你长龙有没有处理 没有 长龙有没有处理 你长龙有没有处理 那么事实上 今天在面临这个事情的时候 非常的愤怒 为什么 为了他一个人 毁了台湾253天以来的努力 跟创架了世界奇迹 为了他一个人 今天台湾造成了上百亿的损失 股市蒸发了两百多点 然后一大堆的人心慌慌 那么到处包括广达自己本身 也受到了影响等等 那么他自己个人 我们台湾的媒体 用他这个机师 私生活复杂的形容 我告诉你 我对你个人没有兴趣 你的太太跟小孩 听说在日本 你在台湾胡搞 香港乱搞 男女关系都拎到的事情 我告诉你 你今天就影响到台湾了 为什么呢 你影响到整个台湾 为什么这样讲呢 你自己确诊了 你自己都不戴口罩 进了机舱不戴口罩 说来很讽视 搭你长龙的班机的任何一个人 都要上飞机以后 都要戴口罩不是吗 乘客都要戴口罩 你长龙是怎么管理的 让这个政机师 16年的政机师 竟然进入机舱了以后呢 他可以把口罩拿掉 不戴口罩 你长龙有没有处理啊 没有 长龙有没有处理 因为之前呢 有人就已经在传了 知道他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是政机师 在所谓的机师伦理里面 他最大 没有人敢惹他 所以呢 很多人知道 要跟他同班 重机组的话怎么办 自备N95口罩 我自保啊 你知道吗 今天为什么这个 我们要说台湾籍的机师 跟日本籍的机师呢 台湾籍的女机师会得 他们可能没有戴 这个所谓的N95的口罩啊 可是他在他一直咳嗽的时候 这个纽西兰籍的这个机师 一直咳嗽的时候 有提醒他 你要把口罩戴上 那么这个机师怎么说 我没有提醒他 空气干燥了一点 可问题是 没有人敢劝阻他 那问题就在这里 我们的法律规定要有劝阻 你才能够劝阻 经劝阻而不听来 开能开罚嘛 所以呢 他们只提醒他 麻烦他把口罩戴上 他只是说空气比较干而已 那么回来了以后 有没有写报告 有没有乘上长荣高层 我请问你长荣怎么处理 你有没有处理 长荣一二三 那么多的步骤 你今天新闻稿公关 讲得非常的好听啊 你有没有处理 有没有做 如果你有做的话 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吗 所以今天要干掉的 不是这个 纽西兰支持的机师而已 长荣也要负大部分的责任 为什么 也就是我们通融你长荣 我们给你长荣方便 我不希望你因为整个疫情 整个公司垮掉 所以让你的机师 让你的空服人员 你的整个停 检疫的时间 这个自主隔离的时间 能够缩短 结果你应该要负责吧 你应该要管理吧 你连管理都没管理 你要知道 给你方便当随便 那么让你航空公司 可以缩短机组人员 跟机师的相关的 检疫的这个 比如说时间 然后包括这个自主管理 你必须做好你的所谓的相关的监控 你的公司不是说 他们好好去 你表面上讲说 你有落实 有落实会落实成这个样子吗 12月3号才开除三个空姐而已 不是吗 因为他们不接 他们没有落实 所谓的居家检疫 奇怪了 为什么别家航空公司都没有 为什么都是你 你为什么不检讨一下 那么保洁你知道吗 现这个家伙可恶到什么程度 他关到这个所谓的隔离病房 副亚隔离病房里面去以后 他怎么说的 他说自己没有病 是台湾人恶意要撞伤他 那么根据他的同事 片面之时故意要说他有病 然后他们一直骂一直闹 嚣张拔覆 不可一世啊 你知道吗 他现在在负压隔离病房 还很嚣张 为了你这种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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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台湾人还要付出几百万 来依你这种咔 然后你现在这样对待台湾 还用这样的一个姿态 好 他现在带着 还不肯把这个相关的疫调 说他进不起来 他记得很清楚 他怎么会记不起来 他还记得他的老婆跟孩子 在日本吗 那么他现在被查出来 是怎么查出来的 是根据他的车号 根据他的手机 所有的轨迹 台北跟桃源 全部下去以后才知道 哇 原来跑到 星光三叶天母店 什么远东搜狗天母店 然后也跑到这个 南侃的这个Costco去了 你知道吗 影响所及连在士林 本来不是他足迹里面的 大业高导物 都全款消毒啊 你知道吗 大家赶快都消毒啊 大家不想 不想让人家捧在这个里面 做过度的联想 好 重点来了 你竟然还故意隐瞒 跟你是按这个等于765 你还隐瞒跟按771 密切接触 你们密切到什么地方 那是你遭到的事情 可是你的密切接触 害了台湾 那么你这个家伙 我告诉你 不准常不仅常 都把他开除 那么我们包括国航 华航在内都要永不入忧 让这种人公告全台湾 公告全世界 为什么呢 太过分了 太离谱了 现在重点来了 现在最可怕的 各位 天佑台湾 我们共同祈祷吧 圣诞节之前 圣诞节之前将决定台湾的命运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公告 他们所知道的足迹 从12号开始算14天 你从他那个足迹里面 才去算14天 圣诞节前后 如果台湾有一例 那么所谓的身体不舒服 确诊通报 我们就GG了 因为很可能 就会一二三这样传出去 为什么 因为很简单 跟他有密切接触的这位女性 我也不知道这位女性 跟他有什么关系 就是某籍传的某女员工 可问题是 他有没有去上班 他有去上班 然后呢 他有没有进相关的作业区 他有进作业区 然后这个时间呢 已经长达好几天的时间了 他在自己的这个相关 他们进百货公司的时候 可能还有戴口罩 对不对 现在规定要戴口罩嘛 可是示范的时候 会被拿下来 然后还有 这位女性的员工呢 他跟自己同事 接触的时候 或者跟自己的朋友 跟家人接触的时候 请问他会全程 全部真的都那么戴口罩吗 请问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你们都 这段时间以来 都有全程戴口罩吗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大家 真的要拔背了 为什么呢 我们大家要保庇 保庇 天佑台湾 再次保护台湾 要不然的话 我告诉你 如果再爆出 所谓的社区传染的话 你的圣诞节 你的跨年夜 全部狙击击了 好 会成 今天大家最担心是 是从这个765 引发到771 这个771 30多岁的台湾女性 他是广民里面的员工 今天还讲说 他今天在茶水间 你在茶水间 会戴口罩吗 你在茶水间 一带半个钟头 好像每一层楼都跑 对 因为其实严格讲起来 771 这个他也是受害者 他就是受了 765所害 那问题是 我觉得765 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是 他自己 他光他一个人 他现在总共传染给三个人 他传染给他两个 机师 一样是机师的同事 再传染给这个女生 那现在就变成 你不仅不戴口罩 害你同事就染病 你现在跟你朋友出去 你们也可能没有戴口罩 或什么的 你导致771也染病 那现在771染病的情况之下 你又不交代疫情 导致有两天的时间 这个771又在维持一样 而且不止两天 你现在他们是12月 7号到12月12号 这段时间总共有六天时间 密集接触 他是那个765是12月20号确诊的 那12月20号确诊之后 他又不赶快在第一次时间讲 一直到12月 就今天才被人家讲出来 那可能是昨天晚上确定 所以光是这样子 从那12月的7号 他们开始接触到现在 已经隔了两个礼拜 所以你就知道 台湾真的在这未来一个礼拜 如果有任何其他的相关的本土案例 在发生的话 很可能就是由这个破口所引爆的 所以我看这个是 11月29到12月4号 他是赴美国 到12月4号的时候 来到台湾 来到台湾 我们刚刚讲的 五天的居家检疫 五天居家检疫出来以后 他就爸爸知道 这是我给你藏龙方便 对 结果你没有好好管 你让这个人跑来跑去 跑来跑去以后 这样子 你就这样子 760 766 771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被你感染了 感染了以后 你又去美国 回来以后 这时候确实 12月7号到12号 这一段时间 你有感染多少人吗 对啊 而且你要知道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 就是他在12月7号 到12月12号这边 有三次去公开的地方 然后就去人群很多的 刚刚提到的几个 大卖场跟百货公司 那现在都不知道 他们是不是在那边用餐 如果他们用餐 那所有的一些 相关的服务人员 那你的锅碗瓢喷 拿去厨房洗 那你透过怎么样洗 所以你知道 有时候光想起来的话 真的你没有办法 去想到说哪一个环节 只要疏漏掉的话 它会造成多大影响性 所以现在所有的观众朋友 其实你要自保的方式是 就是还是那两招 戴口罩跟勤洗手 只有这两招 但是你要知道 这件事情 真的引爆全台湾的怒火 你看那个长龙的粉砖 被灌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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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骂他说 为什么那个空姐 他们啪啪噪 你就火速地把它开除掉 这个外籍的机师 你却完全不敢开除他 也到目前为止 就是现在有说要开除他 但是为什么 你会让他那么久的时间 都完全 他不戴口罩在飞机里面 这件事情 你们是长期不知道 还是隐匿 那第二个 你们企业 到底是什么样的文化 我们知道一个飞机里面 最大的可能就是政机长 那可能有旁边副机长 副机长自己戴口罩 然后政机长不戴口罩 还不敢制止他 也不敢跟上面的回报 那副机长还被感染了 还被感染了 所以我跟你讲 这副机长根本应该告 藏人公司的 你公司内部 有创造出一个 就是有风险性的 那为什么会搞成这样 所以我真的觉得 藏龙的文化 是不是长期以来 就变成有点 有引擎 不敢往上报 然后资深的人 老屁股的人 就敢去欺压下面的人 因为据说好像你副机长 要升为政机长 通常政机长意见 有很大的一个影响性 所以是不是因为这个人 长期以来是16年的政机长 所以在里面就拥有这样的权利 所以所有的跟他共事的副机长 跟其他控组人员 不敢去检举他 所以导致这个情况 那你看人家就后来就骂他什么 就跟他讲说 你染病不是无辜的 但是你不配合疫调是故意的 那你这样整个 你这个长榮的一个自主管理 你所有空服人员 跟机组人员的这种情况 过于松散 导致全台湾253天的防疫 全部因为你这样 而出现了一个 第一个本土案例 未来能不能再顺利 不是你自想赚钱 你的社会责任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而且我觉得这最可怕的一件事 其实说已经实在化 CDC某一种部分也过于松散 就是说在之前长榮空解 那些那个事情发生之后 一下子12月2号3号 开除了三个长榮空解的时候 CDC应该就有意识到 各航空公司在机主管理 这个部分 其实是有缺恐 那就是双标 你的财团是一种脸 对一般老百姓一种脸 我觉得其实他们是不是应该 要全盘的检讨 是不是在这个环节上 要怎么样把那个漏洞给补起来 不要因为一颗老鼠屎 真的害了整个台湾 不要说跨年跨不过 我跟你讲 现在最可怕一件事情是 到了2021年 你一个国家的防御力 就相当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的竞争力 我们在2020表现非常好 不要因为一个人而把2021毁于一旦 好 要快 现在大家紧张的是 现在来自欧洲 真的也有在美国 那个病毒是有快速的变化 但是比过去毒很多 还有当然有一个是 为什么亚洲人 我们台湾 跟整个欧洲差异这么大 原来跟你有没有尼安德塔人的协同 也有关系 对 这个科学家研究 这个尼安德塔人是现在自人的近亲 那我们知道尼安德塔人已经是在四万年前就是灭绝了 不过在这个CNN的这个报导 他引用的这个Science Nature这个科学期刊 里面的人类学家研究数据 以这一次新冠病毒的感染里面的DNA 就是基因的排序 他对照了这个基因库里面 赫兰发现这些重症患者 他的基因里面竟然有尼安德塔人的基因 那么尼安德塔人的基因库里面分析 在整个全世界分布里面 那欧洲人占了16% 那么按照德国马克思普朗 他的这个人类学的研究所 他研究 那英国人他最直接的 他就是那个孟加拉后裔 而且他刚刚我们不是说 那个基因库里面他占了16%吗 那么很直接证据就 英国人他占了这个尼安德塔人的基因 将近有16%这么多 所以在整个欧洲里面 那么英国人染病特别多 以这一次新冠病毒就变种了 它变种了 在传播数率更快 那么以前我们就知道了 在整个传播数率里面来讲 一般流行这个感冒很浅 SARS的病毒更快了 那这一次冠状病毒的变异种更快 他把他定名叫COVID-19的这个B117 那他的变异根据基因的研究 他这个冠状病毒这个突刺这个蛋白 突刺状态二对基因里面竟然有十对改变了结构 这个改变结构的造成感染速率更快 因为我们人类以前那个接受这个病毒的蛋白 就是所谓的这个ACE2接收器呢 那这一次变种的病毒 他更容易入侵在人体的这ACE2里面 不但攻击人类的上呼吸道而已 他包括这一次呢 以英国这个卫生大臣 这个汉考克他讲了 他这一次的研究呢 不是只有他的发生呼吸道 包括脑部 包括肾 包括肠子 甚至呢 血液里面 他都可能被这个新冠状病毒的变种给攻击了 所以这一次是相当可怕的 那么英国我们知道 最近已经有所谓的这个疫苗出来了 那么疫苗已经抑制了旧的冠状病毒 但是将来以英国本土来讲 这种冠状新的变种病毒 将是下一波的主流